你好,我是匈奴人 印度征兵中印边界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军队一直在对峙 这个礼拜双方举行了最新一轮的军长级军事对话 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也就是说双方的矛盾没有丝毫的缓解 从印度传来的消息说 中国军队已经变得更为强硬 所以说印度认为很可能中国又要发动一些边境冲突 许多安全专家认为当前的僵局可能对中国有利 因为中国占据了一些印度领土 所以说中国想巩固这种占领 印度的夏尔玛将军表示 中国是一个充满侵略野心的扩张主义国家 而且他认为中国这个特征在所有的领土和海洋边界上都显而易见 而印度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不会做出退让 也就是说不会允许中国侵占印度的领土 但是由于中国坚持其强硬立场 并且不断增加在印度边境的活动 印度不得不决定 组建一支新式的兵团 应对中国 在喜马拉雅邦和北阿坎德邦丘陵地区的 应对中国威胁 印度国防部表示 此前这个地区只有一个旅 现在印度准备在那个地方 另外再增加两个旅和一个步兵师 一个师一般来说 最少包括三个旅 有时候高达四个旅 也就是说 印度军队将在那个地方增加六倍以上 胡达将军曾经是指挥那里面的印度军队 他表示 这个建立新的兵团司令部 意味着对中国未来的入侵 建立强大的威慑 这说明印度的确是动真格的了 因为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国家 会把他的边境的军队增加到六倍以上 中国与中国周边的几乎所有国家 存在着领土争端 即便是与中国友好的俄罗斯 还有这个朝鲜 中国也跟他存在着领土争端 所以说呢 你可以说说看 中国跟朝鲜 除了朝鲜这个俄罗斯之外 中国跟蒙古有领土争端 跟这个哈萨克斯坦 跟这个塔吉克斯坦 跟这个实际上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也存在着领土争端 然后再往南呢 跟尼泊尔 跟印度 跟孟加拉 孟加拉国不直接接壤 然后跟缅甸 跟这个老挝 跟越南 都存在着领土争端 甚至呢 中国都能够跟印度 尼西亚 文莱苏丹国 马来西亚 这都是隔了上万里路 中国都没有办法 有领土争端 怎么办呢 中国就找上门去 跟人家有领海争端 凡是看过南海地图的人都明白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侵略隐形的国家 因为它的海岸线 竟然划到人家国家的这个近海 也就是说呢 中国划的海岸线呢 能够有上万里长 然后呢 靠近人家的边界 所以呢 中国呢 仅仅在南海地区 就跟六个国家 有着领海争端 最近以来 跟这个菲律宾的争端呢 日益激烈 随时可能陷入战争状态 现在看来中国跟印度呢 也随时可能再爆发一场边境战争 甚至双方呢 有可能大大出手 因为印度的经济呢 正在上升 而且呢 虽然中国认为呢 它的军队很强大 但印度人从来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因为当年远征中国 1840年也好 1860年也好 实际上主力部队呢 都是印度的部队 起码有一半的军队是来自印度 他们曾经数次远征中国 以少量的几千兵力 就打败了中国的百万雄师 所以印度军队 根本就不在乎中国军队 另外呢 今天给大家重点讨论一下 日本社畜论 和中国生人论 对就是两个理论进行对比 这个社畜呢 就是社会的畜生的畜 是日本企业底层上班族的 自我嘲讽的用语 也就是嘲笑自己 这个词呢 是两个词汇的简称 意思就是社会 会社与家处 会社呢 在日本就是公私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 公私的生畜 畜生 公私的畜生 最早呢 是出现在1990年代的日本 随后呢 在整个东亚地区逐渐流行 这个词汇 一般呢 是工人来嘲笑自己 或者嘲笑一些人 为了饭碗而放弃 人身为人类的尊严 包括他的睡眠呀 饮食啊 和家人朋友 社交啊 都嘲嘲流失 都敷衍流失 拼命卖力的为单位效劳 比如说那个社畜自嘲呢 说对于重要的会议 就算发烧了 也要继续开 实际上呢 这个正是中国教育部 几十年来推行的标准 中国呢 是要求每个中国人 都做社畜 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呢 为单位效劳 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这个单位 所以说呢 按照这个标准呢 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社畜 绝对也没有例外 就是包括中国的 这个富裕阶层 高干阶层 也通通都是社畜 因为这是中国社会 对所有人的要求 日本呢 应该说还有一些悠闲的阶层 比如说在日本 混得比较好的 中上阶层啊 他们不是社畜 因为他们可以经常的 就是过着一种 悠哉闲哉的生活 至少呢 就是说日本呢 虽然有大量的社畜 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是社畜 而几乎中国就没有这些人 中国是人人都要打拼 哪怕你是百万富翁 你是千万富豪 你也得天天打拼 因为你不打拼 随时可能遭到残酷的淘汰 所以说呢 用日本的定义来说呢 中国就是一个标准的社畜 社畜大国 实际上英语社会呢 有类似的用语 用语叫做Vege Slav 也就是工资农历 就是被用来批判 劳工剥削和血汗工厂 存在这类农历的现象呢 则称为工资农历 也就是Vege Slavory 可怜的中国人 真正的是这个工资农历 因为中国的地宝最可怜 他逼得你中国人不得不去打工 否则你生存不了 而这个在西方呢 现在基本上血汗工厂都消失了 你比如说美国欧洲 都没有血汗工厂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不需要去打工 就能有一份体面的生活 为什么要去做农历 做牛马 辛辛苦苦的被人要扎干血汗呢 对不对 但是中国人没得选择 只能去做农历 我曾经提出过生人类 生人论 这个生人论呢 不仅描绘了中国的社畜现象 最主要呢 我还是从文化传统 儒家思想 政治观念的角度 来分析中国人的实际处境 因为中国文化 实际上就是一种社畜文化 中国传统呢 就是一种社畜传统 但是呢 中国人呢 普通的中国人 不仅仅对此不屑一顾 即便是中国的社会精英 甚至一些具有民主观念的中国人 也对此持之以弊 他们甚至认为呢 我是专门这个 我是知黑 专门黑中国人 专门辱骂中国人 涉嫌种族歧视 这真是让我啼笑皆非 他们恐怕从来更不理解 什么叫社畜 更不理解叫做什么 Vegislava 也就是说呢 他们不懂得这个词 真正的背景和含义 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 这个问题说明了中国所谓的精英呢 实际上他这个整体的意识呢 还达不到鲁迅时代的中国精英的水平 比如说呢 在鲁迅时代呢 人们认为呢 鲁迅对中国次任文化的揭露 是有正面意义的 因为呢 那时候呢 中国呢 刚就是说呢 从1840年到1900年呢 60年挨打 打的呢 中国人打的 打服了 知道呢 自己呢 就是一帮的这个 食人族 所以说呢 才会呢 虚心的接受批评批判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进步时期 或者最快的进步时期 就是1840年到1900年 中国不断挨打的时候 现在没人打了 没人揍了 结果中国呢 就狂妄起来了 又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甚至精英呢 都缺乏真正的反省意识 老实说 哎呀 共产党这个问题 共产党那个问题 共产党的确问题重重 但是普通中国人 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 中国社会 没有问题吗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 这个在生人论面前呢 实际上呢 中国精英的整体意识呢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思维水平 他还达不到 日韩的社会底层 因为日本的工人 都认识到了自己 来社畜 甚至用社畜来嘲笑自己 嘲笑自己不幸的命 但是中国精英不行 中国精英达不到 这种深刻反省的程度 中国精英基本上 没有自嘲精神 其实呢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呢 中国人都是全世界 最悲催的社畜 也就是僧人 你就包括中国混得好的 像刘少奇啊 过去的国家主席 还有这个什么总理李克强 他们其实也都是僧人 你现在的这个蔡奇 那是标准的僧人啊 一半像太监 一半像僧口 对不对 那是标准的社畜啊 你现在中共中央的委员会 除了习近平之外 哪一个不是社畜呢 哪一个不是僧人呢 全都是累的半死不活的 你就看那个这帮社畜 平时一天到晚学习 那个习近平选籍都累的半死 那个工作要需要 他画圈的那个文件呢 更是永远堆积如山 就是开个春节座谈会 一个个都面无笑容 一看那就是 牲畜啊 一看那就是社畜啊 一看那就是僧人啊 但是呢 这个中国人呢 缺乏自嘲意识 缺乏反省精神 只能他们 他们的智商呢 只能是他们认为呢 僧人论是在黑中国人 是在骂中国人 或者呢 涉嫌种族歧视 其实呢 中国人对僧人论的看法呢 恰恰表明了 中国人作为整体 他的歧视观念最强烈 为什么呢 因为僧人论 僧人论其实并不是在骂中国人 僧人在过去呢 在汉字当中 它有两种含义 一个是牺牲 第二个是 指牲口 无论是哪一者 都是 他都是丧失了自由 都是一种牺牲品 牺牲的意思就是说呢 从商朝开始呢 捉住了人 把人呢 当成牛马一样 作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当中呢 就是不管进行什么 祭祀活动 祭祀完了 就把人砍了给吃了 这就描绘了中国人的悲惨命运 至于中国人做牲口 你说哪一个中国人 两千年来不是牲口啊 你宰相也是牲口啊 对不对 你稍微有点不对头 统治者就把你弄死了 你看李克强也是这样 刘少奇也是这样 林彪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生人论呢 其实才是对中国人 真正的命运 最恰当的描绘 为什么说中国 这个歧视观念最强烈呢 你比如说 你要在美国 形容一个人是条狗的话呢 美国人认为这是赞赏 因为狗忠诚 狗可爱 美国人不认为你在骂他 恰恰相反呢 他很高兴 你能把他当成一条狗 只有中国人认为 你是在骂他 因为中国人认为呢 狗比自己要更低级 还不如自己混得好 其实呢 我在五六年前呢 提出这个生人论 那是我十来年思考的结果 我主要就是想提醒中国人呢 我们是这个地球上 最愚昧 最无能 最没有道德 最没有群 最没有这个未来的群体 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 被灭绝的边缘 但是呢 最近这些年呢 我慢慢的沉默了 我不想再多提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到呢 中国已经 真的没有前途了 中国 剩下的 只有两个字了 就是等待 或者是 剩下的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灭亡 当然他什么时候灭亡 以何种方式灭亡 我不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中国人呢 普遍缺乏反省精神 缺乏自救意识 依然呢 在稀里糊涂的走向悬崖 我没人知道 award 我没人知道了 我来说 我来说 啊 有关